四皇灵灵终究退场 太多位即将随灵灵姐而去 好大家好,我是白金 看贼王动画1067集更新 本集进入大妈PSG的罗之战 话说当妖刀鬼故灌动天地 费铁电子炮闪耀强光 堂堂四皇大妈已经被逼到绝境 只差最后的补刀了 但感受胸前持续不断冲击 拼着周围人正经于四皇即将落寞的嘈杂 大妈的心情却逐渐平复 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话 就想让她从黄座上离开 即使有基德在不停地建议垃圾话输出 可围观众人莫不得暗自心惊 四皇真的如此难以战胜吗 要照基德和洛已经到达极限了 胜伏就在双方一面之间 似乎是感受到众人的动摇 大妈分明身处下位 非脸凌笑着 悍然发动灵魂皱纹 那股属于皇者恐怖威压扫过全场 想要将周围人 包括红星团 基德团全员的灵魂 全都变成女王的染料 当下恐惧在人群中止不住蔓延 然而仅有一人在此时灵难而上 正是分外凭剑罗 生死关头 罗想起了克拉松最后的微笑 想起了克拉松先生禁忌之力 如今手如果是觉醒后 还能开不出类似的禁忌技能 只见一个结界 将大妈和外界隔离开来 灵魂皱纹的声音顿时消失 趁此机会 基德再次强化电磁炮的威力 强大压力 以从能将不屑灵解压向深渊 罗则在重量的提醒下 转身砍断身后正眼魂系造物八千里 直至此刻 大妈生下土地终于不堪重负 悲催灵灵完全没有支空手段 因为结界隔绝 甚至没法向魂器求救 他就这么顺的罗炸开大洞一路直下 期间还倒霉在岛底军尔库摸到炸弹 随而一记无声剧烈爆炸 火前方可能误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 当场飞走了 正在多岛桃子 最后看到最后的大妈 上风龙大为振奋 继续卖力拉动岛屿 而在落幕前最后一片刻 大妈心中除了倒在王座前 背后来者击败的不甘 还有对罗杰强烈不满 正是因为罗杰遗言 开启了大海贼时代 太阳类似灵灵之类的老海贼 不得不应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刚想到这里 灵灵已经来到大坑之上 与此同时 岛上刚因为重伤直面死神锁龙 也被大妈引起了爆炸波及 跟着漫天落石一起掉落 雷葬弗禄兽之战 终于弗禄兽栓被烈火烧到失去意识而告终 正在听日和谭举子的大蛇一觉摔倒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大妈仍在瞎坠 她思考着 罗杰说大秘宝到底有什么 万一和之后也存在了不得的东西 她最后摇翁花都 其中歌舞升平 让她回想起幼年蛇快乐 同修女失踪 到万国冲突 从何之国失忆 到最后的世皇之战 一切的一切闪过脑海 即使大妈再不甘心 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结局 下方洞窟直通岩浆 妖眼得让玲玲不忍直视 铁随大妈一筒落下的 还有许多炸奥库散落炸弹 于是在其融入岩浆的一刹那 妖眼的火光从地下直冲半空 犹如一簇花朵身放大地 只是有罗杰借宝果 这么大动静 竟然悄然无声 双方基德和罗一躺一坐 再没有等到大妈回来 基德团红线团成员这才如梦初醒 大声为四皇陨落变革欢呼 不过现在还不到千功的时候 桃子头疼于裂 感受到在他脑子里说话的真人相主 他虽将相主来到和之国惊人消息 告诉了大和 铁桃柱透露 相主曾是桥一波一的朋友 以上就本集更化的全部内容了 假期其实是各翻战场战况 就让我们静待后续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